师父 弟子想到南部闭关 在修行上更精进 希望未来能为佛教尽更多心力 为你剃度时我就说过 三分师徒 七分道以后 你不是小孩子了 一切自己做主 重要的是 不要对不起你自己 师父只有我一个徒弟 他度我出家的目的 就是盼望有一个弟子在身边 而且还有一大套愿景 希望我协助他实现 奈何我 又不能不走 孩子 你还记得你曾经许下的愿望吗 要让佛法的好 让更多人知道 我当然记得 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和选择都是为了达成这个心愿呢 我想 师父好比一座桥 过了桥 做弟子的必须一路往前精进 不能恋恋不舍 桥上风光与河流的恩惠 若永远排回桥上 不但耽误自己前途 也增加桥的负荷 二次出家两年后 圣言法师到美农的朝元寺闭关 法师闭关期间的每一天 都是从礼拜观世音菩萨开始的 祈求观世音菩萨 必又加持圣言 早日走出障碍 圣言法师曾说 这段山居生活 日日是好日 月月是满月 闭关中的她并不孤单 除了观世音菩萨的守护 还有许多小童修 与她一起修行呢 在圣言法师闭关打坐的过程中 也曾经出现幻境 这是幻境 我要回到修行的方法 让心平静 不能被幻境扰乱 圣言法师在山中长时间的打坐中 找到了一种心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的独特禅法 多年以后 这疑似曹洞墨罩禅 成为法师弘扬墨罩禅的契机 闭关生活非常刻苦 圣言法师时常面临 无钱购买日用品的窘境 和种种困境 这是最后一张邮票了 明天光是有的 老师 是 山下厕所 我是 大师 现在 这家的 就好像 重新到处 对 是 都是 一 没关系 人平安就好 文章可以重新再写 在修行 阅读和写作中 圣言法师度过了闭关期间的每一天 每一年 读了许多经典与文献 也陆续完成了戒律学纲要 比较宗教学 正信的佛教等书 至今影响深远 闭关的后期 圣言法师开始自修日文 为出关后的留学日本打下了基础 前后六年 观音菩萨一直守护着 闭关中的圣言法师 等待法师出关 走向更开阔的天地 观音菩萨请放心 圣言一定会替佛教走出一番天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